新鮮鱼鱼一块块在锅子里煮汤 冒出热腾腾白烟 放进姜丝蛤蜊 鲜梅海味都浓缩在汤汁里 冬天喝上热热一碗 暖心又暖胃 但现在被视为最佳补品的鱼鱼 却传出价格崩跌危机 它都超过一斤六了 这个都算是超大的 走一趟超市 鱼鱼摆在摊位上 每一条都又肥又大 但是太肥美 对鱼饭来说可不是什么 好事情 一只鱼它一餐只有两个钥匙 可是你今天钥匙鱼太大 如果加大的话 就变成说它一餐吃不完 那它就不会想要买 就会影响购买医院 鱼鱼太大条对小家庭来说 料理不方便也吃不完 小吃店业者同样不喜欢 我们这个店 我们店差不多一斤粥鱼 比刚刚好 不然你也吃不完 因为你有那个心味会比较重 业者说鱼鱼最理想的大小 是一斤或十五两 但现在送来的 每条几乎都超过一斤半 鱼鱼市场似乎已经塞车 价格价差大概就是三块五块 并没有差很大 目前市场鱼鱼价格 已经大约九十元 和以往相比掉了大约三块钱 虽然价格还没有明显崩跌 但渔民担心 如果养殖数量再不管空 到了明年产季 鱼鱼价格恐怕打崩盘 记者张川华评论报道